有句话叫做 富不过三代 这是因为 在历史上 有太多通过上一代打拼击下万贯家财 却被后代子孙挥霍一空的事情 这简直成了一道无法打破的魔咒 想要把财富传递给多代 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因为后代生来享福 完全不懂钱财来之不易 如果没有吃苦的精神 和守财的意识 再大的家业迟早也会被败光 今天要讲的 就是一位民国顶级的富二代 他继承了父亲庞大的家业 但花钱却完全不懂节制 吃喝嫖赌样样在行 甚至一晚上能输掉 一百多套上海的房产 临死前最大的心愿 就是吃一口肉 这就是清末著名的实业家 也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盛宣怀的儿子 盛恩怡 那么盛恩怡 为何能成为当时的顶级富二代 还要从他的父亲 盛宣怀发家说起 清朝末年 国家内忧外患 西方的大炮和科技 让没落的王朝不得不臣服 也开始考虑一些转变 1861年 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 也就是一些较为开明的高级官员 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 来富国强兵 以维护清朝的统治 他们提出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也就是在保障清朝封建政权的前提下 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洋务派在中央是以公亲王一星 和卦尔嘉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 在地方 则是以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实务派官员 而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实行 也是得到了当时清朝的最高统治者 慈禧太后的应允 慈禧本身是典型的守旧派人物 按理来说 这种激进的政策是很难执行的 但是 他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 在西方的炮口之下 早已失去昔日天下独尊的地位 已经完全认识到了西方军事科技的可怕 所以 也希望洋务运动能够使中华自强 根本原因还在于保障他的权利和奢侈的帝王生活 中央制定政策 而具体实施的则是地方官员 在这其中 汉族实务派官员开始拥有了非常大的权利 他们可以开办矿场 军工厂 造船厂 拥有特许商品经营权 以及和西方企业合作的权利 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产生巨大的财富 所以 洋务运动除了搞活清朝的经济 还造就了一大批实业家和商人 除了晚清四大重臣 曾·李·佐章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圣宣淮 他是秀才出生 最早是出任炎法道 也就是清朝管理炎厂的一个官员 而炎自古以来 就是一种国家垄断的特种商品 而炎的税收 占到了清朝税收的10%到15% 盛宣淮等于是一开始就在国企的重要部门任职 起点就很高 当时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 在这种国家大政策的背景下 谁能和洋务沾上关系 谁就能一飞冲天 盛宣淮凭借在演场的出色表现 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 成为了李最重要的幕僚 协助李鸿章办洋务 第二年就升到了知府的官籍 1875年 李鸿章委派盛宣淮到湖北办煤铁矿业务 也就是在湖北开展挖煤 炼链和修建铁路的业务 盛宣淮雇佣英国挖矿专家 在湖北开办了湖北煤铁总局 从三国开始 湖北就已经开采了铁矿 所以当时洋务运动的另一个人物 张知栋 也决定在湖北新建铁厂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钢铁厂 但他缺乏铁矿 盛宣淮知道后 将原本已经购得的大爷铁矿 转卖给了张知栋 于是又得到了张知栋的赏识 之后 盛宣淮又到天津办兵工厂 到招商局任职 在烟台经营海运 还开办了众多学堂 涉及到了洋务运动的各个核心业务 可谓平步清云 在洋务运动的晚期 盛宣淮逐渐成为了核心人物 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 中国电报总局 中国通商银行 主管全国的物流 铁路 轮船等以交通相关的事物 被誉为洋务派的钱袋子 在当时的清朝官场 从上到下都是一片贪腐 盛宣淮能做到如此高位 除了他的机遇和才干 也是因为他懂得如何拉帮结派 他作为洋务派的钱袋子 要将大部分税收上交国家 自然也免不了给自己留私产 他从上到下打点关键人物 在他们的默许下 投资企业 餐股 电报 铁路 航运等产业 为了不翻车 他还拉拢高级官员餐股 一起赚钱 盛宣淮可想而知 积累了多少财富 说到晚清首富 很多人都会想到 红顶商人胡雪岩 而盛宣淮凭借官场运作能力 其财富并不比胡雪岩少多少 据后来统计 盛宣淮的总资产 达到了1350万两白银 而晚清每年的财政收入 不过才5000万两 盛宣淮一人的财富 就相当于 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1916年盛宣淮去世 这时候的大清已亡 中国进入民国时代 盛宣淮在去世之前 就已经想好了 要如何分配他的庞大家产 盛宣淮生知 自己的家产即便再多 也经不起子女们的折腾 因此 在他的遗嘱中 已经写好了 要如何分配家产 为此 盛家请来了老领导 李鸿章的儿子 让他来作为 盛宣淮遗产的处理人 面对盛宣淮留下的巨额遗产 他的子女们早就虎视眈眈 迫不及待地想要瓜分待尽 盛宣淮在遗嘱中 做了如下的规定 第一 把所有遗产中的50%拿出来 成立一个慈善基金 基金由专人打理 产生了收益 40%做慈善 40%放到盛家的公共基金 20%留给盛家使用 第二 遗产中剩余的50% 一次性分给盛家的子女 按照传统 出嫁的女儿不继承遗产 未出嫁的女儿 仅留嫁妆费 剩余的有5个儿子继承 除去这些费用 以及欠的一些债务 盛宣淮的遗产 还有1160万两 580万两用来成立慈善基金 580万两分给儿子们 盛宣淮一共有8个儿子 有几个儿子早年因为各种原因去世 到最后只剩下了3个儿子 但去世的两个儿子也有了7世 所以是5家评分 经过几年的拉扯 遗产分配大会 终于在1920年召开 5家兄弟各分得116万两白银 这些钱在当时每个月 光利息都有4000两 靠利息生活 都算当时的土豪家庭了 可是这点利息 在盛家兄弟眼里 就是买菜钱不值一提 1927年 盛宣淮的夫人庄老太太去世 几个儿子发现 老太太的遗产 竟然有300万两白银 原来老太太自己的私房钱 如此惊人 当然遗产还是按照遗嘱 50%进慈善基金 50%分给盛家兄弟 5家兄弟又各自分得30万两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盛宣淮的遗产分配理念 是相当超前的 和现在的家族信托模式很像 为的就是保证 富可过三代 财富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盛宣淮的几个儿子 除了一次性分得几百万两白银外 每年还可以从慈善基金中 获得20%的收益 可以说每年的钱财是源源不断的 但是在盛宣淮的几个儿子中 老四盛恩怡是个十足的败家子 几年时间不到 他已经把分得的家产败光了 每年的基金收益用来还债都不够 而这时的基金经过几年的运转 总资产已经超过了八百万两 所以他就盯上了慈善基金 想办法要瓜分掉 1927年底 盛恩怡向法院申请 要把慈善基金的财产评分 他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曾经当过 盛家英文教师的宋子文 此时已经当上了 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 为了能瓜分慈善基金 宋子文和盛恩怡商计 由国民政府 发电给慈善基金管理委员会 让他们每年购买一百万的 政府烟草债券 以支持政府 在兵荒马乱 军阀割据的年代 如果不能靠着 国民政府这座大山 盛家的资产将灰飞烟灭 所以盛家只好和政府达成协议 出让慈善基金 百分之四十的资产 给国民政府 百分之六十分给自家兄弟 这样五兄弟 每家又分得一百万娘 其中因为盛恩怡有功 他还得到了上海一条 弄堂里的一百多套房产 这是盛家在上海的全部房产 在这些分得财产的子女中 无疑是老四盛恩怡分得最多 但是他的下场也最惨 盛恩怡 盛宣怀的第四个儿子 但是因为老大 老二 老三早死 他成为了盛家名义上的长子 自然被盛宣怀看好 连盛恩怡这个名字 都是盛宣怀 从慈禧太后那里求来的 为了让盛恩怡以后管理家业 盛宣怀早早就让他到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回国后就让他接任多家铁路和矿产公司的负责人 而且盛宣怀还给他找了一门好亲事 就是娶了当时国民政府总理 孙宝奇的女儿孙用慧 这样的豪华阵容 盛恩怡想不发达都难 但是盛宣怀却没想到 他一手给儿子铺就的金光大道 却让儿子葬送深渊 在得到盛家的巨额遗产后 盛恩怡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喝嫖赌 他娶了七房姨太太 给他们每人一栋洋楼 一辆小汽车 一个私人厨师和几十名佣人 七房姨太太 盛恩怡每期明月 一周七天 一天一个 而他在上海滩砸钱可是出了名的 当时上海进口的第一辆奔驰轿车 就是盛恩怡买的 他还花大价钱装上了四个四的牌照 来暗示他是盛宣怀的第四个儿子 大家也都叫盛恩怡盛老四 他还喜欢赌马 在当时上海的跑马场 盛恩怡养了75匹名马 光是保养这些马匹 都是一笔巨额的费用 虽然身为几家公司的总经理 盛圈怀在世的时候 盛恩怡还做做样子 等父亲一走 索性再也不管公司的事情了 盛恩怡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赌物 只要染上赌的恶习 万贯家财也会输光 他经常和杜月生一起赌博 一晚上输赢过万 是家常便饭 大家都知道他有钱 就合在一起抬轿子坑他 但盛恩怡仗着自己家底后 根本不在乎 盛恩怡最可怕的就是 喜欢和人豪赌 不按常理出牌 他要的就是派头 当时的上海滩 各路人物云集 除了商骨巨富 还有军政名流 盛恩怡在一次赌博中 遇到了同样出手大方的 晚戏军阀 卢永祥之子卢小佳 两人暗暗叫上进来 卢小佳开一瓶洋酒 盛恩怡就要开十瓶 卢小佳给五女一万小费 盛恩怡就要给十万 最后两人在赌桌上疯狂下注 把各自的家产 全部摊在桌上 卢小佳以江浙万亩良田为赌注 盛恩怡则以上海黄浦区 黄河路的一百多套房产为赌注 这个赤计豪赌 以盛恩怡的手气不佳告终 他一口气输掉了上海的一百多套房产 破了全国赌场的记录 这是一般赌徒根本难以想象的赌字 也是盛家在上海全部的房产 可就因为盛恩怡的一句话 灰飞烟灭 就这样豪赌成性 盛恩怡很快把家产败光 于是他又开始打上盛家老宅的主意 这里还有大量的古董和名画 盛恩怡经常将古董拿去典当行抵押 换的钱财继续赌博 之后有了钱再将古董赎回 到了最后显然他也无力赎回 就这样 几年时间盛家的古董全部被败光 价值几百万两 盛恩怡还向几个兄弟借过钱 自然是没有还过 最后他只剩下了盛家在苏州的园林 刘园 苏州刘园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 和北京的颐和园 承德避暑山庄齐名 可见其价值 刘园本是明代的私家园林 后经过多次扩建 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园林 后被盛家购得 而盛宣怀在遗嘱中也说了 苏州园林是留给盛恩怡的 但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 以盛宣怀贪污腐败 侵吞国有资产为名 将刘园收归国有 里面也成为了军队的办事处 盛恩怡自然也无法打刘园的主意 他的几房太太这时也离他而去 到最后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才向政府申请 想住在刘园里的盛家祠堂 最后 盛恩怡得到允许 住进祠堂里的一间配房 他只能靠盛家的几个兄弟 接济过活 晚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到了1958年 苏州刘园已经成了旅游景点 有游客在刘园门房 看到一名衣衫不整的人 躺在地上对游客说 想吃口肉 还没等人回应 这个人就断气了 这就是盛恩怡最后的心愿 居然估算 盛恩怡一身败光的家产 放到现在和人民币140多亿 可见盛宣怀当年创下的家业之盛 也足见盛恩怡败家速度之惊人 盛恩怡一身风流成性 仅记录在册的子女就有20多个 他的大儿子盛于游 没有分得他的一分财产 但是盛宣怡的三儿子五子 盛于游小时候就过季给了老三家 自然留给了盛于游 因此在1920年的时候 9岁的盛于游就有了116万两白银 所以盛恩怡在没钱后 厚着脸皮找儿子借了几次钱 每次都是只借不还 最后自然儿子也是不借了 盛于游最后去了日本 在那里经营产业 创办的企业名字就叫做刘元 这就是盛恩怡奢侈挥霍的一生 也是大家称他为民国第一败家子的原因 其实纵观盛恩怡的一生 他的悲剧就在于 他的起点太高 但要缺乏正向的教育引导 才让放纵的欲望凌驾了他的一生 好 最后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关注小英哥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我下期再见